有蠻多聲音認為說當時喊出倒閣不信任票已經拉高成藍綠的其實就是國民黨 認為說國民黨自己不檢討自己就好別人 朱立倫開始是有說要對隔魁的不信任票 那當時大家也覺得這不適當 那朱立倫的話就不講了嘛 很快就不講 但是把它打成藍綠對決的是蔡英文 她在仲常會宣布這是藍綠對決 國民黨並沒有說藍綠對決 而且國民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說要四個同意 只是民進黨喊出四個不同意 那國民黨只好應戰 所以很多時候國民黨其實是被動的 其實主動還在民進黨手裡 那本來這種公投就是就事論事 那打成對決以後就很難就事論事 所以你看這次開票的結果也是這樣 除了那個核四還稍微不同意多一點 其他三個幾乎都一樣 同意的跟不同的票數幾乎都一樣 換句話說就已經沒有選擇了 那當然這次對民進黨來講我講 第一個說他的票數少四百萬票 那他其實也得 整個對於所有人的所有有權投票的人 也不過就是二十二十一趴 也不過二十五趴 那另外不要忘了他丟到三個很重要的地方 一個就是新竹市 那是高科技人 全台灣最高 最多最高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 一個是桃園市 這六都非常重要的 另外也是基隆市 這三個地方 民進黨沒有 就是他的不同意 沒有多於同意 就是同意多於不同意 對民進黨是一個很大的警訓 尤其桃園 桃園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認為國民黨在二零二是有機會拿回來的